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 健康好朋友 您乖 講到健康 最近有的時候 全台灣午後就突然來了暴雨 夏天往往又是颱風的季節 一個不小心 雨下了多了 蔬菜就變貴了 可是你知道嗎 夏天也因為陽光特別的充足 如果在家自己種 這一個簡單的植栽 或者是蔬果的話 往往成功率會最高 待會這集的健康好生活 我們就要來分享 夏天要分享給大家的 健康陽台寶 我今天錄影台前面的 相關的盆栽 可都是我們專業的來賓 要分享給他們 他們自己有實質的栽種跟應用 好 緊接著下來 要陪我們一起分享錄影的 有七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 醫生好朋友 劉伯文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生活好朋友 洪舒青 大家好 再來是中醫好朋友 周維倫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 肝膽腸胃專科醫生好朋友 楊培政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阿芳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家事達人好朋友 潛音姐 大家好 我先問一下周太醫 周太醫小時候是念中心原藝系的 這個台灣不是每一所大學 都有原藝系 那周太醫因為自小學原藝 所以他本身除了是太醫之外 很會栽種盆栽 今天要分享你們家的一些盆栽寶 對 我就是江湖上俗稱的 種什麼死什麼 但是很會醫活人的 那旁邊那個是活貓 但是我對於原藝方面一直覺得 因為原藝治療一直在心理治療方面 或是對現代人的一個心理層面的安定 是很有幫助的 我就介紹給大家 我最近的這半年的心寵 潘姨 這張照片是什麼意思 這是我家 看出來吧 這是客廳有沒有看到 客廳種菜 這水管種菜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是 水管 你在你們家客廳排這個水管 現在看得出來是這種水管 我一個人左手就可以提了三管 右手提三管 它非常清 裡面是一個非常 就是栽培土加上輕微的水 所以你這樣看起來是98顆 你說台湖內多了 98顆 你種了什麼 歐洲進口高級生菜 沒說台湖太英 所以你在客廳 你不是愛醫生命 你就說歐洲進口高級生菜 就是那個可以吃的菜 它是可以生吃的菜 好 太英 你在你們家客廳這樣子種 對 因為有時候 它沒有陽光可以嗎 你可以白天拿出去晚上來看一看 看一看 讓你心情很好 而且如果你出去外面的話 去外面沒有時間回家三天兩夜的話 你它還是有培養的藥水 汗水可以灌進去 讓它維持著兩公分 維持三天不要哭死 而且尤其你覺得太風險的時候 那是什麼樣的靈感 讓盆栽跟貓一起生氣 因為要尋殘水 要尋殘水 所以你會看到這一張 這張 這一張 我跟你講 大家不知道它一家住豪宅 沒有啦 不是啦 這張 這就是外面 那你會發現 這是外面陽台 那我就每天早上起來 就當然要穿那個衣服出去 不能在外面這樣 就讓你帶一個木頭的碗上去 就隨便撿 只要大概是每一顆撿一片葉子 你當中就吃不完了 然後剛好台東來的時候 所以你真的吃這個生菜 是的 生菜 那生菜就是燙一下不用太久 你可以吃生的 可是我盡量都是 比方你在那時候 你就買8塊錢的印尼泡麵 8塊 颱風天 你再加上兩個蛋 才12塊 20塊就可以搞定一餐了 所以這是我覺得 在健康還有營養來說 對於現代人士 我覺得還不錯的一個方法 所以這個照片不是造假的 這是太醫家的陽台 有家的 太醫有的時候 會把它搬到客廳裡頭 那太醫你其實種的種類蠻多的 這個是 這個我種的有些像貓薄荷 還有像仙草 這要幹嘛 對仙草 還有像這個迷你 迷你左手香 豆丘胖 哪一個 這個 就是迷你左手香 小品種的 還有這是要做回貨香 都是因為我很容易被咬 你可以看到 我出去玩一下就被蚊子咬 我們看一下 太醫了手 這就是夾萌咬到的 你剛剛種的那個是 防蚊蟲咬傷嗎 對 因為我覺得 對蚊子來說 這瘦不好 因為現在目前有一種 不是小黑蚊小金 它叫夾萌 它就是一咬下去就變這樣 所以我很容易被咬 那種之後 立刻不被咬 沒有啦 就是剛好就可以放蚊 所以種在陽台 它夏天還能屈蚊是不是 對 屈蚊 是因為我出去澆水之後 我就可能會出去 背兩隻蚊子咬 所以我開始種一些防蚊東西 在夏天做預防 因為我要去澆水 那個周太醫那個左手腔 其實我有中過的經驗 他先長高了對不對 周太醫你回去要開始 見他長高你要撿 然後撿就往旁邊一直揍 後來他就會 你們家就會喝很多 對 它左手腔就是防蚊的嗎 左手腔它不僅防蚊 它是整個進化 它整個味道是有一點類似 不是薄荷的清香的味道 所以它也會空氣清淨 而且你在嘴巴破的時候 有時候你不想吃仙草太冷 你可以把周遭拿來搖一搖 對口腔的乾淨 還有舒爽會有幫助的 那太醫這一些植栽跟盆栽 真的帶給你身心健康愉快嗎 當然沒有 每次死掉的時候 還是跟老公吵架的時候 就去玩盆栽 不是 有時候你在種的時候 你在挖土會有一種療癒和快感 就是你有時候 不能對病人發脾氣 你真的會覺得 那個園藝治療是一種 讓你放鬆的感覺 真的 現在人生活緊湊 真的需要放鬆 真的 像因為太醫 他們家的豪宅可以種這麼多 我們家房子比較小 所以種不出這麼多東西來 不過我特別強調一下 其實我們陽台上的寶 可以帶來很大的一個療癒的狀況 其實在英國來講 他們做過研究 就是說 我如果說一個社區裡面 我那個植栽多的話 犯罪率下降 然後更好在美國 他們兩人有個小鎮 本來也是犯罪率很增加的時候 後來他們鎮長就說 你這地方 每一戶都給我種植栽 種植栽 後來他們這個犯罪率也居然下降 不過我是覺得一個很妙的 就是說陽台上的寶來講 各位辛苦媽媽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來講 行為有些狀況的話 你試試看 我有一個案例是這樣子 在一個在一年前 其實我們知道 有些小朋友叫土瑞士症 我們知道土瑞士症的小朋友 很辛苦 媽媽很辛苦 什麼叫土瑞士症 這個土瑞士有兩種 一個叫做生語型的 就講話會有怪聲音的 去上課他就 一直怪聲 然後旁邊就很討厭 奇怪到底發什麼怪聲音 一個是動作型的 每次就弄一下弄一下弄一下 然後還會打邊 好 然後有一個媽媽就說 帶他土瑞兒來給我們看 他就是屬於那個動作型的 好 沒事就抽啊抽完 然後旁邊就覺得好霸凌他 後來我就用營養療 我幫他建議 另外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在家裡面試試看 他說有陽台 我說你是在又種那些花草 結果他這個土瑞士 就跟他一起去玩花花草草 每天這種奇奇怪怪的花花草草 然後媽媽就很有意思 過兩個月之後 他發現他動作 奇怪的動作減少非常多 而且跟他在廚房互動 把這個蔬菜弄下來 包括他的檢視葉在修整 然後結果炒菜跟他陪他媽媽 結果他發現這個動作型的 這個奇怪的動作 都少非常多 所以事實上我們在對一個過動 或妥銳的小朋友來講 媽媽可以試試看 在家裡種的陽台上的寶 事實上可以對於 我們小朋友的行為偏差 會稍微 好像會把它糾正回來一點點 好 接下來阿方老師 就要來分享你的夏天陽台寶 阿方老師剛剛還可以指導 炭衣怎麼種這一個花花草草 阿方老師自己也是大量 善用你們家陽台的嗎 因為我家住的是公寓型的房子 所以採光算是好的 我家是採光好 所以每個陽台我們打造花欄 然後上面大概就放了 可以種盆栽 像薄荷太強的陽光不行 所以要在你家赤陽光的地方 然後去種它 記得要澆水 還有再來就是它攀附 在土上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越長越多根 但是你常常修剪它 它就會長得變 從50塊變成這麼多 對 所以好 然後呢 那這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窗戶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有 迷迭香 這邊有紫蘇 對 這個是紅色的 我們的紫蘇已經圖子圖孫 在我們社羽頭裡面 第三代了 對 然後這個再等過一段時間 這個它就會越長越高之外 會開花 像九層塔上面會開花 然後葉子開始 顏色就會隨著曬太陽 會變綠 就香味也會慢慢的減低 然後上面那個開花 記得不要浪費它 媽媽你一定要順手 把那個花給Q起來 然後往哪裡 你不要收起來 就隨便旁邊的土 撒著 明年春天的時候 它會再長新芽 對 你就發現 怎麼長這麼多 所以春天會發芽 對 然後今天也是要 我要介紹的 用它來做料理的 就是過農曆年的時候 大家不是會買發財荊棘棘樹嗎 對 然後人家園藝店賣給我們的時候 上面都掛滿了荊棘好漂亮 對 等到年過完了 荊棘也都被摘光了 之後它就不理它了 對 那所有的朋友記得 媽媽一定要把它剪掉 剪什麼 就是你要留差不多 就比如說我們買一個 荊棘樹是這麼高 然後你就把它剪成 大概剩下三分之一的高度 然後呢 然後它就會開始重新再長 然後要給它陽光跟水 對 給它陽光 你反正就是 它不再是掛著叮叮咚咚 對不對 可是你這樣子 它過了端午節之後 你會發現 它所有的葉子都是綠的 那這個葉子在我家吃什麼 吃白斬雞的時候 這個葉子很嫩 我會拿下來切細絲 就撒在那個白斬雞上面 它很香 真的喔 對 然後像這個季節開始 你會看到這邊都結滿了 它的果實開始有了 對 就開始有了 到了8月的時候 你就有荊棘可以泡荊棘茶 好 那阿芳姐姐就要來分享 你們家裡陽台的荊棘 其實做很多料理 對 都很合適 今天要分享厲害的 叫做荊棘椒麻雞 對 荊棘我們可以跟紅茶包泡極茶 大家去餐廳最常花錢喝 然後我今天做一個荊棘椒麻雞 來取代檸檬 好 那我準備了有 有雞腿 那這個雞腿我們先撒一點點胡椒 把它切切 如果你的等會拌的風味是夠的 那你可以選擇雞腿不用拌鹽 好 那如果你拌的那個調味料 不想那麼重 你可能要在撒胡椒的同時 你就要把鹽 把它一起放進來 稍微去拌一下 好 然後我們一個鍋子 第一一定要空鍋稍微烘一烘 讓鍋子這樣摸一摸 有熱感的時候 我們把火力調小 然後再來放油紙 這樣子才不會 等會會黏 像我現在鍋子熱了 我開始轉小火 然後我們就在這裡面 開始放油 好 放一點油 來 我們放下來之後 油放下來 它會感受到溫度油紋會跑出來 你會看到水波紋 有 剛剛是完全 好 這樣表示油就熱了 對 就是你在不管什麼 不鏽鋼鍋 或者是任何的鍋子 你仔細觀察 那個熱點油紋就會跑出來 那你會發現 它就不會狡猾 對 很多女生跟家庭主婦 不知道如何掌控溫度 就會長期依賴不沾鍋 對 那不沾鍋也不是不能用 但是不沾鍋有的時候 你就要第一個照顧好 不然有的時候有刮痕 就要擔心鋪陳的 這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是不沾鍋 萬一醬料太油 太酸 也是可能侵蝕它一部分的塗層 對 所以你現在這個動作都在入鍋 對 好 那這個 阿芳姐煎腿排的同時 問一下肅清 新手種菜 聽說也有成功率的差別 是 很多人都看了這一集 就可能很想說 那我也想帶我們家陽台種種菜 可是很不幸 可能就選了一些比較嬌貴的 譬如說你家如果日照很難調控 你選個薄荷 可能回家就死掉了 所以有幾種大家是可以考慮的 譬如說第一種 韭菜據說成功率很高 第二種小黃瓜 其實小黃瓜 其實你只要一個小盆子 你給它弄竹架子 然後稍微牽一牽它也會爬 第三種芥蘭菜 譬如說第四種是高麗菜 你會發現之前不是有一個 流傳很久說如何讓你們家菜 都吃不完 明明已經切一半還可以拿去種 就這四種相對都是新手容易入手的 不過有兩件事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在家裡種菜 第一件事情要種是安全 什麼叫安全 剛才周醫師你有注意到 他說他家的菜吃東西 他就用稍微燙一下對不對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自己家種的菜 所以沒有農藥最安全的 當然要吃生的 隨便洗一洗就好 可是之前有一個人就是因為這樣 他自己家種的 他就隨便洗一洗 然後就拿著 打了生肌果汁來喝 喝了之後 然後開始幾天有發現發燒 頭痛 去就醫之後才發現 他感染腦膜炎 因為它上面有廣東住血腺蟲 就是沒有農藥 可是有鍋牛爬過 鍋牛身上剛好有寄生蟲 那軟在上面 所以他吃下去之後 那個廣東住血腺蟲就爬到他的腦 就變腦膜炎 所以第一件事 即使是家裡種的 其實我會建議 要不然就仔細稍微汆燙過 不然就要洗得非常乾淨才能生吃 第二件事情是另外一種安全 就是法律上的安全 因為之前曾經去台北市有個糾紛 就是有一個人 他就嫌棄他的鄰居在頂樓送菜 說你會弄得蚊蟲之身 你可能會堵塞水管 你還可能會潮濕 所以就去告他 告的時候本來提告5萬元 但是這一起案例是後來判沒有罪 是因為沒有實證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幸運 所以大家如果在自己的家 種菜沒有問題 在頂樓或公共空間種菜的時候 就要注意 可能不要去塞到人家水管 不要弄潮濕 小心鄰居可能會不高興 阿芳姐姐接著下來我們的腿排 我的雞皮就在這裡面 鍋子你下鍋的時候 就不斷的去移動它 然後等到它收斂了 開始你會發現 開始在煎 聞到有一點微微的香味 現在感覺是很腿香 對 就把火力把它轉到中火 不要太小 太小會一直雞腿出水 你永遠都煎不乾香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鍋子 把它稍微蓋一下 這樣可以下面煎 上面蒸 然後就可以上下都熟 好 做起來不說方老師的美觀對不對 對 穿方 周醫師妳下次一定要常常上來 我覺得我受一兩度 因為它用的是 對 是我們一般在家裡面 媽媽做料理不會用這樣的概念 那現在我們繼續 就是夏天我們還是 這個因為有油脂 所以我要搭配一點點的蔬菜 那我今天做一個 叫大家做這個小黃瓜 對 在家裡面要乾淨的刀器 熟食的砧板 把這個小黃瓜確實洗乾淨 做生食的材料 要特別的講究 所以你看到我即使黃瓜洗完之後 你會發現一定要晾乾 不要那水汪汪的 然後就有生水夾著 一起來做菜 這樣子不好 拍黃瓜 對 刀拍黃瓜 然後再來把它斜切 讓它這個體積的表面更多 對 那這樣子我們就立刻拌 等會立刻拌 它的風味就會出來 好 然後我們現在拿一點點的蒜泥 好 這是簡單的夏天涼拌黃瓜 對 我放一點點的醋 好 蒜泥跟醋 白醋 好 還有再來我們放辣油 或者是不愛辣的 不敢吃辣的朋友就用香油 好 所以這個辣度自己調整 對 好 如果你喜歡的 你的黃瓜顏色是不受污染的 那你就用鹽巴 或者是今天我等會 上面的椒麻雞會用的是 荊棘跟魚露 魚露也有鹹味 那你想要它有一點點 比較帶中華風的話 我們可以少量一點點的醬油 然後那個麻就是來自於 花椒粉 今天椒麻雞還會再拌這個黃瓜 對 好 然後今天 好 今天如果說 假設現在家裡頭要快速上菜 你看 所以會調醬很厲害 因為拍黃瓜 觀眾朋友應該看兩次 應該學會 頂多拍得醜而已 我先來讓它稍微放一下 我們來調另外上面那個椒麻雞 雞腿的部分的醬汁 然後蒜末跟辣椒末 喜歡的人才放辣椒末 不愛的人就不用了 但是花椒比較特別 今天椒麻雞的醬料 要有那個花椒會麻 然後放一點糖 請問一下花椒是 你買好的大紅袍 然後把它這個磨乾 然後磨細 對 就用調理機用多少 然後沒有用完 記得切記一定要放冷凍庫 這個是很重要的 放一點點的糖 蒜末 辣椒末 花椒粉 糖 放一點點的魚露 我今天魚露的占比並不高 因為我今天要使用 比較大量的這個荊棘汁 好 這個是純汁喔 金棘汁 對 我就只有我們用剪刀 或刀子切開 用你的大母哥跟食指去捏它 就可以把它們捏出來 好 所以金棘汁在這裡替代了 很多傳統的椒麻雞 用到的檸檬汁 對 然後金棘有它的味道 好 然後像這樣子 我們就把這個椒麻雞的調味料 也通通都把它調好 好 那現在我來看我的雞腿排 好 老師 我們的腿排煎得乾爽 就把它煎得這樣子 焦焦 焦焦 通通把它煎到這樣香酥的狀態 好 然後翻面 肉面稍微再煎一下 我覺得腿排的水分好多 真的 你煎完他們大縮水 對啊 他們本來是 其實是 因為這是白肉雞 所以它的油脂跟水分 所以要買防土雞就不會這麼多水 可是不見得 防土雞因為硬 媽媽如果回來煎 煎完之後 你要一直用煎的 它會變得更硬 所以肉質不見得有肉雞的好吃 好 然後現在我們就把這個 刀拍黃瓜 這個是職業婦女很值得學的 對 很值得學的一道菜 然後它就是拿上來 我們就可以開始 那也不一定要焦麻雞 其實如果里肌肉排 或者別的魚排也可以嗎 肉片也可以 就是你五花肉切一切 白切肉 好 然後炸得酥酥的 如果愛吃雞皮的朋友 就是上面就會有一份 那我們就來上菜 好棒 所以我覺得它這道菜 非常厲害的地方 是我們雖然不是用炸的 可是把它煎到非常的脆的時候 它的香氣還是非常足夠的 可是不會有太多的油膩感 那本來單吃我們的黃瓜 是覺得說 好像它有點花椒香味 但是沒有那麼入味 但是很脆 可是加上了我們這個 焦麻雞的沾醬之後 就覺得它的味道剛剛好 而且它會多了一個 甜甜鹹鹹 然後香香的味道 微微微微的酸氣 整體來講就非常 因為夏天我們會喜歡這種 有點開胃的 要甜有酸有鹹有辣這樣子 可是有一點就是真的好吃 但是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坊間的一些荊棘料理 因為荊棘的微酸 它通常為了平衡它 它會加一點點的甜 有時候你會沒感覺到 可是要有一個原則 就如果尤其你是要注意 糖分攝取的人 你要記得 越酸的東西 它要加越多的糖來平衡它 所以如果你是喝什麼 荊棘檸檬汁 荊棘加檸檬兩個已經夠酸了 可是要能夠做到 你可以入口的甜 那就是非常的甜 像之前就有人 因為一天到晚都喜歡喝這種 他就覺得是果汁系的飲料 或者醋系的飲料 他覺得很養生它 養生醋 養生果汁 沒有想到說 你怎麼越喝糖化血色素 控制越差 後來才發現 原來他以為是酸的這些飲品 其實是很甜的 所以他特別要留心 問一下楊醫師 你今天帶來的這個照片跟案例 好像就是過度的吃辣的朋友 可能一個不小心有潰瘍 而且是胃潰瘍 自己都不知道 是 這個是一個中年人 他在外霧 他做外霧 他白天很熱 他吃的東西可能就是外食 外食大家都知道一定是 重油 重鹹 重糖 甚至夏天可能就需要開胃 加一些麻辣 太熱的時候就喝一些水 但是要不喝水 可能喝一些飲料 甚至保利拉批等等的 那晚上下班以後 有時候三不五時要去應酬 或者去吃熱炒店 有吃一些熱炒 再加上一些冰 加上一些飲料 加上啤酒 甚至有時候喝到像五十八度高粱 那他可能慢慢就會有一些症狀出來 那他來看診 他就說他最近有點拉肚子 有點拉肚子 那你大概是吃比較一些重口味的東西 可能是造成的拉肚子 不過仔細問了以後 發現他的其實腹瀉 我們再問他的顏色 他其實是有點黑 所謂 當然沒有到所謂瀝青變這麼厲害 但是也是黑黑的 而且已經兩三個禮拜 那大概整個人看起來是還OK 不過我們經過仔細檢查 最後給他做了胃鏡以後 進去看 當然就是我們屠服上 上面所造出來這樣一個潰瘍 這一個就是胃的潰瘍嗎 這兩個傷口就是胃的潰瘍 是是是 那潰瘍的中間那個洞 很大就是一個潰瘍 那潰瘍如果他 潰瘍為什麼不治療有什麼危險 那第一個他會出血 如果他爛得很深的話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腦身病對 那他傷口冬天會有血管 如果破掉他會大量流血 那第二個就是他如果爛很深 他會造成穿孔 所以胃潰瘍或社長潰瘍 都是要積極治療 那接下來周太醫也分享 這個太醫今天早上 一早從家裡的陽台 摘下來的 所以來到攝影棚有點哭 但早上他們是生氣活活 我們先認識一下 你今天帶的這個是什麼 這是迷你的左手蝦 左手蝦 對 左手蝦 再來這是鮮草 阿邦老師用鮮草乾 對 鮮草乾 鮮草茶 鮮草乾 鮮草 對 它現在是鮮草對生葉 然後它上面有龍毛 所以這個跟我們在吃的 夏天的甜點的鮮草乾 熬的那個鮮草一樣嗎 對啊 它收成之後 我們一輩子吃那個黑色的鮮草 你摘那個葉子 你摘一個葉子下來 你的手上面抽 有那個味道嗎 還是有那個味道 有青草的味道 而且它本身是會盤生 盤聚你整個陽台 對 盤聚你整個陽台 對 盤聚你整個陽台 還不錯 有類似我們從小吃鮮草的鮮草味 那這個地方我介紹一下 這個叫做回霍香 回霍香本身就是類似 黑胡椒 健胃整腸用的 還有它不僅是居蚊 對於一個整個提神醒腦 我就頭腦不清楚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一些葉子去煮水喝的 再來就是大家比較常見的薄荷 這個就是薄荷 對 這薄荷 薄荷在哪裡 薄荷在這邊 薄荷 薄荷在這邊 對 薄荷在這邊 另外一個是大家可能比較常 沒有常看到就是 魚腥草 草車草 草車草 對 魚腥草 魚腥草 魚腥草其實煮水喝也是很好 有一點類似仙草的感覺 那是也很臭嗎 那但是你吃以後 喉嚨痛就舒服 可是聞起來臭 吃起來不臭 有特別的味道 魚腥草 臭臭臭也不臭 沒有 沒蓋草 是的 還是滿草香的 好 那太益今天聽說分享一個 健康養生營 誰 就把你陽台的這個 選三種 九首香 九首香 薄荷 維生素A大概 平均20%的國人是缺乏的 那紅維草裡面 維生A非常高 那它裡面是屬於植物性的鐵 那鐵蛋我們再有一次我們覺得 怕這個 貧血的患者可以多補充 做這些綠色紙袋 很多人都以為只對眼睛好 它可以讓你的血壓變低 甚至有些人它的焦慮 憂鬱感都會降低 我們就把它剪多一點之後 洗乾淨之後 放在熱水裡燜泡 熱水裡燜泡 那大部分來說 熱水都會捲700CC就夠了 700CC大概是一湖 大概3分 4分之3湖左右 如果燜泡大概10分鐘之後 我就在做我的夏日良品了 那大家看到了九娘都會覺得 或是一個冬至吃的 怎麼會夏至吃呢 對 其實九娘在日本台灣 現在用在夏日的解暑 為什麼好 因為它本身它有酸性物質 酸性可以讓我們身體 產生舒服的感覺 那我不要做成熱的 我做涼的或加冰塊都可以 可以加上大概3分之1坪的 所以九娘在這裡 就替代了糖 是 就是說你不會去加糖 對 可是你讓它沖一點九娘 來提一點味嘛 是 那如果說有些人 因為它講求口感的話 我建議煮過比較好 因為煮過之後 更有那種乾醇或那種滋潤味 但是你真的再不行 小朋友要吃的話 你可以建議他加點冰糖 會更好吃 更可口的 好 主持人以身是法 白老鼠 而且左手邊這邊都沒舉手 注意嗎 舉手可以喝兩口 不錯喝 它有一點點清香 然後一點點淡淡的酒釀香 好 那這個 我們的太醫還會分享 除了這個養生酒之外 他要分享大家做一個健康養生沙拉 夏日消暑沙拉 第一個要輕鬆 我每次在廚房弄得大顆汗 小顆汗的 這個就不舒服 所以我今天介紹大家一個 醉雞還有燒酒蝦的一個 基本配備的 去做一個涼拌沙拉的做法 我們就把紅棗 還有枸杞 還有當歸兩片 作為一個就是燒酒蝦 或醉結基本的背底 我們用了差不多200cc的水放在裡面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先煮的 這一個養生湯汁 是一般在做燒酒蝦 或者是醉雞的湯汁的配方 對 然後我加上 那要準備的材料有枸杞跟紅棗 枸杞大概是兩把 兩把之後大概是20克左右 然後加紅棗大概10枚 我喜歡用去和紅棗 待會你就知道我的苦心了 好 然後再來還會加當歸 當歸大概是一片到兩片都可以 當歸其實後下和先下是可以 所以只要我們煮熟 因為我們煮熟之後就要放涼 然後大概是這個山蝦不用 就把它放在裡面之後 我們就燜蓋子 大火煮開 大火煮開轉小火大概15分鐘 等到起來之後 我會加紹興酒下去 不煮紹興酒 然後燜泡之後我就放涼 放在冰箱大概一天之後 就開始做基本的配備的底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大火煮開 大概小火再煮20分鐘 那這個是等於藥膳的藥汁 藥汁 然後我裡面會加上 大概150CC的紹興酒 然後就放在冰箱備用 放一天之後呢 好 接下來我來介紹一下 就是我會用一個擺盤 是用一種生菜 那家裡的一個生菜 多到被貓都吃不完的時候 我就會用一個生菜把它撕碎 撕碎之後 然後我們加上花生 那個花枝 花枝還有蝦子 那現在發現 因為大家都會炫技 我覺得那你會說 這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醉雞的汁 然後因為小朋友不吃 我就把它噴在上面 噴在上面 我的媽啊 有醉糟 對 你這個人藝老師 你媽要看誰來醬汁 而且醬汁就不會 這什麼汁頭 好高乾 我本來看到說 為什麼有人拿那個東西 示範是一個噴的 我想說難道 終於是要示範沙蟲的 就是沙蟲配方 怎麼樣讓我們的盆栽 長更好的 這樣子讓剛才都不敢吃 酒釀的人 都可以吃到任何醉蝦汁的味道 再放在這邊 而且又不會造成東西的濕潤 是 就這樣子噴沙 對 然後接下來我就介紹給大家 我的醬汁的做法 醬汁這個是 我已經剛才才打好的山楂糕 因為山楂本身很硬 所以最好不要跟軟的一起打 我就剛才加上水 就把它做成山楂糕 山楂糕 所以山楂是一般重要房 買到很硬的山楂 對 很硬的山楂 加上水 那怎麼做 你可以浸泡 也可以不浸泡 因為如果你加的一個調理機的 很厲害的話 其實硬打的話 它也會變成山楂糕 沒有加任何的澱粉質在裡面 好 那如果打不開 就是加水一起打 浸泡 打成這個山楂糕 它一定要加水打 只是有人用浸泡過 有人不浸泡 那我們就把它放在果汁機裡面 好 所以你的沙拉醬汁 就是要用這個山楂糕就對了 對 山楂糕 對 山楂糕 那這個山楂糕說穿的是 山楂泡了水把它打散 是的 那剛才還是有人不吃中藥 可是當歸這麼好 又要加太白粉 勾芡或沙沙醬 都要加上一些糊晶 我們不要我們就像水和紅棗和枸杞 去當作糊晶的一個來源 所以剛剛那個醬汁也可以放過來 跟山楂糕 然後跟剛剛煮過的紅棗或者枸杞 一起打成醬汁 對 好 來 我們稍微把它打散一下 這樣就可以 這就是醬料醬汁的來源了 那這個就可以做夏天的養生沙拉醬汁 是的 原來做起來 不說方老師的美觀對不對 雖然技術很差 技術很差 還是可以做出來 我們就把它淋在上面就可以了 其實它一打開喔 聞起來是最香 很香 所以有當歸 苟棋 還有紅棗 就把它直接打開 讓小朋友吃進去 而且因為山楂是酸的 它不覺得是中藥當歸味的 周醫師 你下次一定要常常上來 我覺得我受益良多 因為它用的是漢方的概念 對 是我們一般在家裡面 媽媽廚師不會用這樣的概念 可是我 這些東西我家裡其實都有 你下次會想要實驗想要學對不對 會 那我們就來上菜試吃喔 很特別的一個醬汁 我覺得它可以擺用 它除了跟海參的沙拉很配 因為可以讓你海鮮的鮮味提升 但是沒有腥味之外 我覺得它跟很多東西 你都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像我剛才就跟周周說 是我就會把它焦在一些甜點上面 比較甜的 剛好去壓那個味道 因為桂花涼糕或者什麼 因為山楂的酸氣剛好 老師就說可以放在白斬雞上 也會很好吃 所以會非常好吃 大家真的可以試試看 不過兩件事情提醒大家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在吃生菜沙拉的時候 真的要特別注意它的衛生 尤其如果是孕婦的情況之下 不建議 為什麼呢 因為先前曾經有一個案例 是一個32歲的孕婦 她在可能生產期間 後期想說食慾不佳 然後就吃一些生菜沙拉 結果沒想到她生完兩天 她已經開始持續有發燒的現象 奇怪的是她才生了兩天的小孩 也開始有那種感染的現象 就是開始躁動 不安 後來才發現 原來她是感染一種叫里斯特菌 那是媽媽吃生菜感染之後 小朋友也因為這樣 經過慘到被媽媽感染 所以特別注意第一個就是 夏天的生食一定要注意 尤其如果你沒有要煮熟 它一定要來源非常的確定 第二件事情是很妙 我剛才為什麼一直對於 這個佐索香的湯汁 有點害怕呢 因為我以前在採訪 長哥醫院的時候 我曾經採訪過一個新聞 那個時候呢 那個人他是傳說中 左手箱有一個功用 他是說他可以消腫 所以那個先生呢 他就是本來是腳有一個腫 他就給他貼那個左手箱 貼在那上面 然後又嘟嘟嘟嘟嘟 一塊乾的 然後貼貼貼 腫有慢慢消 可是很奇怪 皮膚開始破皮 然後他想說 那順便貼一看 會不會破皮會好起來 結果他到醫院的時候 醫生就看到他的腳上面 就有一個10公分乘10公分 0.5公分深的潰爛 然後他想說怎麼回事 就問他 問問問 他發現說 你先把這個除去 他就發現 他爛的地方 跟他貼左手箱的這個位置 幾乎一樣 他就開始懷疑 這可能是對他的過敏 他就讓他住院 然後把他清乾淨之後 讓他不要再貼 後來果然慢慢就好了 這個醫生就想證明說 是不是真的對左手箱過敏 他就找了10個志願者來貼 15個志願者來貼 貼膚試驗 因為要不要知道 會不會過敏就是用貼的 15個裡面 果然又找到一個 也是對左手箱過敏 所以我就要提醒大家是說 左手箱可能在傳說中 有一些好的用法 可是如果你使用的時候 發現你有皮膚 有些敏感性的反應 包括像破皮或紅腫 你可能就會對他過敏 不要再迷信了 不要用 而且劉醫師 這個很多人 這個到了夏天 是很愛生菜沙拉 不過夏天要 食用生菜沙拉的時候 有的時候也要特別注意 沒錯 其實我們知道說 很多人認為說生菜 因為他沒有經過煮 所以他裡面的酵素很夠 所以他提倡說 吃多吃生菜 這個理論上有點是對 不過有一個問題在就是說 如果你每一系統不好 要特別小心 那我特別提醒 我們的很多癌症的朋友 癌病 那聽說要吃什麼精力湯 打一大堆蔬菜 所以打下去 那我們特別提醒 如果你白球很低 譬如說我們正常5000到1萬 你可能3000以下 你的中氣球 一般我們要大概34000 你只有1500 千萬變成是 因為這東西會有形成敗血症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 那是我自己的case 大概8年前 那個病人是一個頭頸的腫瘤 然後他又接受化放療 化放療來講 整個口腔你有沒有破掉了 破掉之後 那我特別提醒他 要用一些營養高蛋白去 結果他那天就聽到隔壁跟他講 你要多吃精力湯 把那個打成蔬果絲 那一般來講 如果說他的果皮沒有削 然後蔬菜來講的話 沒有說稍微燙一下 那個菌生下去問題 第三天來掛肌症 發高燒到39度胃寒 後來我們就收回感染科醫師 當然照會我們去看了一下 結果他後來我們後來檢驗 他是沙門式感染 休克 差點要休克快死掉 後來好不容易把他救回來 所以我提醒大家 如果說是癌症的這些朋友來講 你的美麗系統不是非常好 不要隨便用生菜沙拉來 好像要治療疾病 這個時候一定要先收拾 所以我這樣講 其實另外還有就是像腎臟疾病 我們的還有糖尿病 血量控制不好的病人 還有免疫功能低下 你在吃腸氣吃類固醇 或是器官移植之後 有吃抗排吃藥物 這些人吃這些生菜 尤其特別特別小 你怕肝染的問題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嫌疑媽媽也要來分享 這個夏天太陽大 所以你也喜歡自己種點菜 對 反正就是在頂樓上 就是一個盆子 因為我喜歡種菜 所以我們家先生沒事做 所以是不是弄了盆栽給他做是不是 讓他照顧一下 撿撿雜汁 澆澆水 該不會影響我們很多事情 所以就是又省錢又環保 又維持家庭和諧 謝謝 你看是不是陽台有保 真的好棒吧 你們家還種這個是什麼 這個茄子 對不起 今天的茄子不太好 你們覺得盆栽可以生茄子 對 可以這樣長出來 可是因為他照顧得不好 我又不能回事跟他太久 對 那鮮英老師這個是什麼 空心菜 空心菜種的也不好 空心菜他種的也不好 好 你老公 你不要看喔 如果颱風天過後 這樣也會很生活 那唯一好的是 他根本都不理他的 因為他不愛吃紅鳳菜 偏偏紅鳳菜 所以夠半補 睡不好 空心菜也睡不好 對 紅鳳菜生命力強 非常強 你不理他 這個長得這麼茂密 你看空心菜這麼稀疏 茄子好小 我跟你講空心菜 長得很像颱風過後 大雨過後 對 看不到十塊 紅鳳菜他自己自生自長 對 不要理他 那我有時候 會把洗米水倒下去這樣 反正就是 只要有洗過米的 就是早上就知道 你可以到陽台上去 就這樣撒一下這樣子 那你們家的紅鳳菜 就可以常料理常吃 可是他最討厭的是紅鳳菜 難怪他都不顧 結果不顧的長更好 對 那晴依姐姐就分享 這個是今天早上 從人家頂樓摘下來的紅鳳菜 對 也是 也是這樣軟軟的到現在 其實因為紅鳳菜 我們家人真的不愛吃 可是他偏偏長得是最多的 所以沒辦法 我就用到很多的顏色 讓他好像蓋掉這紅鳳菜 好 你都怎麼料理 我通常 我通常有時候是炒生薑什麼 可是有時候我會想說 因為太多 我就把它用涼拌的方式 我就先把所有的菜 我習慣性我不吃生菜 我不管它是不是像柴椒什麼 我全部用汆燙的方式把它燙好 當然紅鳳菜也是要汆燙好 假如說你是要現吃的話 你就不用泡冰水了 因為沒有泡的話 我們現在在錄影的時候 沒有泡的話 它顏色會 就是整個會黏在一起 會黏在一起 那姐姐這個是穿燙過後 稍微泡涼一下嗎 換一下涼水 對 要涼得開水乾淨的時候 好 那你都怎麼辦 我開始的時候 因為紅鳳菜是真的 我們家人是真的不愛吃 而且會有一點菜色 對 會有一點菜色 但是你看它多營養 好漂亮 好紅喔 它泡了水 這應該是花青素 對 而且它花青素水溶性 對 你看我都覺得這水 感覺喝了都會 燙得很新 對 好 我剛剛開始 因為紅鳳菜有臭味 所以我先會撒一點麻油 讓它去味 好 這感覺女生很適合吃 對 真的 我都會習慣叫我們家的先生 幫我拌 所以拌了 所以 對 不好意思 因為我沒有戴手套 你先回用筷子拌一下 對 其實就是稍微讓它均勻沾 一點香油或麻油 對 然後我習慣你 這是那個酸甜醬 對 就是一般市售的就好了 好 然後這個是蒜末 我是用那個用壓的 把那個蒜弄成很泥的那種感覺 蒜泥蒜末 對 跟一般市面上的酸甜醬 對 然後稍微把它調勻 我先把它調勻 然後這時候還會再加一點點的鹽 對 鹽它等一下可以 可是我會習慣先加一點點 讓醬料裡頭有一點點的鹹度 對 所以這個配方很簡單 很簡單 蒜泥蒜末 酸甜醬 然後一點鹽巴 那自己可以調味自己的食材的分量 對 有的時候假如說你喜歡吃 不怕吃薑絲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時候會醃漬的薑有沒有 對 酸甜酸甜的 也可以把它切成絲 好 然後等一下 等一下不要那麼快 我們先把所有的料放進來 好 先下來 對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簡單 很簡單 對 而且夏天有的時候太熱的菜 不受歡迎的時候 真的 涼拌菜比較受歡迎 對 而且那種簡單的醬料 好 這是豬肉 然後一點點的肉絲 對 其實雞絲也可以 也可以 海鮮也可以 都可以 反正就是有什麼分的料放下去 那個今天是用到角白筍 角白筍 那個量就隨便抓 沒關係 我們都下去 OK 我們不要浪費食材 對 不是 因為我們家的人不喜歡吃紅鳳菜 所以把這些菜把它擺過去 好 一直強調 所以妳醬料先下去 紅鳳菜最後才下 對 紅鳳菜其實很容易吃味 對 周圍其他的菜會被染成花青素的 這種紫色 把它拌勻 它很快就會出水 好 這個時候再把紅鳳菜放進來 然後再攪拌就好了 對 所以這樣就很簡單 一道菜就完成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 我們就講 紅鳳菜它的這個營養素 它維生素A真的很高 它其實 僅次於像川雞和胡蘿蔔 那我們講維生素A 其實我自己跟幫病患檢測的維生素來講 維生素A大概 平均百分之二十的國人是缺乏的 我們常講說怕維生素A中毒 事實上還是有百分之二十人 它維生素A不夠 那維生素A來講 有時候 你以為說你眼睛乾不好 只要補充液黃素嗎 不是 維生素A要夠 因為維生素對我們的 視網膜的病變 預防是有幫助 那紅鳳菜裡面維生素A非常高 那我們剛剛講 用一些苦茶油等拌的話 那因為這種是子容性維生素 進入油拌之後 它吸收效果才會更好 那還有它裡面還有鐵 那它裡面是屬於植物性的鐵 那鐵當然我們在 有時候我們覺得 怕這個貧血的患者 可以多補充 那但是因為它是植物性的鐵 所以吸收率會比較差一點點 不過我特別聽大家說 不是說貧血一定只是缺鐵 我一個患者說 所以它認為它是貧血 因為它常常就是說 MANS來比較量多 它覺得是頭昏 那醫生跟他講 貧血 他一天到晚去買鐵去吃 我跟你講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後來這個病人補鐵 補了半天 它血是拉不上去 結果它是因為胃的問題 造成B12吸收有問題 後來我們再給它這個 僵腸胃科醫師 把胃的毛病調整好之後 給它補充維生素B12 結果它的這個貧血就拉上來了 所以特別聽大家 不要因為說 我的健檢報告 或者數字是貧血 我覺得補鐵 一定要請醫師幫你判斷 到底是哪一種的營養素缺乏 造成的貧血 就是說貧血的原因有非常多種 對 非常多 那當然最常見的是缺鐵 缺鐵 可是除了缺鐵之外 搞不好也有別的原因 其實要對症下癢 對 像B12缺乏 B6缺乏 葉酸缺乏 都會造成貧血 對 而且我們在醫院裡面 非常建議有一個族群的媽媽 是要吃紅鳳菜的 是因為她在一個更年級前後 因為荷爾蒙的關係 造成精血量非常多 她對鐵質的一個腸胃刺激 又不能適應 所以在吃一個紅鳳菜 對於補血來說 她月經血量過度的補充 是一個非常好的補品 但是呢 又有一群人 非常適合吃紅鳳菜是 因為紅鳳菜不是補到很熱 像四物或八針或生化湯 它本是微涼 所以有些女生是 比方在夏天的小女生小妹妹 她的一個比方 分泌物 陰道 發炎 體味比較重的時候 或是流濃 深窗 長痘痘的 因為紅鳳菜個性 是屬良性的個性 而且它可以清熱解毒 對於這些比方 喜歡穿一些內褲 比較緊的小女生 或不喜歡喝水的 或喜歡上火吃夜重口味的 或熬夜加班女生 會是非常好的一種食物來源 那我請教一下楊醫師 夏天常見的這個腸胃的疾病 除了急性的發炎 聽說也有一些人是慢性的發炎 是 我這個案例就很特別 就是他也講一些慢性的發炎 拉度差不多三個禮拜 那他自己都是自己去買一些藥 因為事實上他也沒有什麼太 食慾還是很好 可是他這個拉度有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同時會伴隨著腹痛 會血變 甚至會有點黏異變 而且他慢慢會體重會減輕 所以就跟前面那一口 我提想到腸躁症是不太一樣 因為腸躁症是實際上 體重是不太會變的 那這個已經體重有點變 所以我們當然會擔心 他是不是有一些比較不好的東西等等 那這個case後來經過檢查 他是所謂的一個慢性的發炎性腸道疾病 通常我們叫慢腸症 這個從1998年130多例 到現在已經慢慢增加3000多例 也就是說我們國人 本來是西方人的疾病 現在國人慢慢也比較多起來 那麼他跟免疫系統是有相關 所以他自體免疫的疾病 所以他也可能在一個比較大的壓力的時候 他可能會容易出現這個問題 那這個東西就是有他有原因 那他就可以治療 所以他如果用對了一些藥物的話 那這個整個症狀是會改善 而不是說只有吃一些所謂止蟹藥 這樣來改善 所以要特別提醒 不要自己去隨便買藥 就不要亂吃腸胃的層藥 不過我剛才我覺得我們 血腱節最厲害的地方 不只是他用這個麻油 還有其他很多蔬菜 然後再加上那個酸甜醬 然後去分散了我們對紅蔬菜的注意力 因為我必須坦誠 我也不喜歡紅蔬菜 但是剛剛我們在吃的過程中 幾乎吃不到他的味道 所以真的很厲害 他除了這個很厲害之外 另外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是他讓他老公去種這個東西 因為你知道嗎 國外有研究發現說 事實上如果你看這些綠色盆栽 做這些綠色植栽 很多人都以為只對眼睛好 其實不是的 包括他可以讓你的腦部的阿發波變多 他可以讓你的血壓變低 甚至有些人他的焦慮 憂鬱感都會降低 所以對於如果男生 你們家裡的老爺們 有時候工作很累 回家甚至就是睡不好 然後每天都憂鬱明天 你跟他說 就叫他上樓種菜吧 因為事實上真的 第一他不會煩你 第二他可以幫你種菜 第三對他的健康有幫助 所以嫌疑姐姐真的很強 那節目最後 劉醫師也給觀眾朋友 一個健康小叮嚀 OK 我大概回去開始好好的種菜了 不過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說因為夏天來講 我們還是要注意這個衛生的問題 那我是建議如果說是 不管是自己家種或外面的話 菜的話一定要先汆燙一下 至少我們初步的菌可以殺掉 那另外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大概也要平均分配 然後我們一般所有的這些調味料 還是要適量加 但是一般我們在陽台上 種出來的蔬菜來講的話 如果說是觸動衛生乾淨 其實對我們全家人的凝聚力 跟健康都是非常加分的 好 謝謝劉醫師的兵嚀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 健康陽台寶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迫在年代 賣曲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上面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跟下載 另外我們的LINE 也有一個官方的健康好生活的 這一個官方帳號 歡迎我們的忠實觀眾粉絲們 加入我們的LINE的帳號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